农村的拉拉秧火了 用来煮水价值高 被我们当地人称为活血草 它的价值可惜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好,我是龙二喜 今天跟大家分享农村大名鼎鼎的拉拉秧 你看,就是这植物 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 学名叫拉拉秧 别名叫拉人腾 活血草等 大家进去里来看一下 你们家乡有没有这植物呢 或者管它叫什么名字 拉拉秧看似柔愣 却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你看,这是它的叶片 表面和静感上都有层风律的锯齿 在以外没有注意的话 很容易被它拉伤 所以啊,很多人看见它 都躲得远远的 很不受人家的待见 其实,我们总是光看到它的缺点 殊不知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 总结了拉拉秧的三大妙用 快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或许对你有帮助哦 第一个妙用 这一点估计很少人知道 其实拉拉秧是一种可以食用的野菜 在春天的时候 它的嫩苗头可以拿来做菜吃 味道还非常的不错哦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第二个妙用 它是一种天然的饲料 拉拉秧将它晒干 切碎拿来喂牛,马,羊等 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饲料 这一点到头可以给养殖户省了不少买饲料的钱了 第三个妙用 拉拉秧被我们当地称为活血草 这一点大家要认真地听 我们这里有经验的老人会采摘拉拉秧回来晒干 用来煮水泡脚或者洗澡 具体的好处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 具体的详情稍后我也会在评论区给大家分享留言 知道吗 拉拉秧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价值 以后我也会一一分享给大家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